传说之中有一种生物能显能饮,能细能聚,能短能长,呼风唤雨,而它就是古代传说中的神异动物,神龙。 那么当东方神龙究竟都有哪些? 东方神龙所存在的时间可上述到上古福西时代,神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,所代表的是极具正义的一方。 中国人都以自己是龙的传人而骄傲,且在远古时期就存在着很多的龙,它们神秘且强大无比。 传说之中龙族统领林甲执掌整个海洋,但它们并非都住在海洋之中,其竹龙就盘踞在张伟山,整个样子人面蛇身浑身红色,称之为张伟山之神,属于绝对掌控时间的神龙。 而硬龙则是龙族之中的战神,称之为庚臣。 并且其功劳以及战绩可谓是汉马功劳,曾驻皇帝斩杀赤油夸父,帮助大宇治理洪水,再看盘龙。 盘龙通常盘伏在柱子之上,因为它们的本领还不足以一飞冲天。 45度角仰望于天空之中,渴望自己早日能够腾空而起,遨游九天。 最后就是奎龙,根据《山海经》中内容的记载,它的身体像巨兽那般庞大。 而这也是唯一一个身体没有脚的龙,也不知道究竟是个啥玩意儿,但它的本领同样不容小觑。 具有呼风唤雨的本领,其本身的光芒自带闪电,声音如同打雷一般。 龙一直以来都是传说中可见于中国经典中的生物,在现实中无法找到实体,但其形象的组成物源于现实。 那么屏幕前的小伙伴还知道有什么神龙,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 好了,本期视频到此结束,关注男神加点赞,带你观看更多精彩内容。